它就是一个冷却剂,压住它里面,不要造成内出血。 所以说没有调剂呢,那么就找到有水源的地方冷敷就行了,冷水里面泡着,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。 但是很多冲洗液扭上来以后,当然如果没有冷却剂,这怎么办呢? 再不行,就拿一块布条,拿一个绷带,加压包扎,压住了,它是不是也硬起它的硬质的作用? 对不对? 使它的内出血降低,尽量不让它出血。 不然的话,一旦处理不及时,就会这个肿很大,肿很大的话,你要消肿要消很长时间。 它里面的淤血就是要消肿。 那么,回去以后,不要晚上,马上一张果皮高药贴上去了。 必须在48小时以后才可以贴上。 我们讲,你回去以后,它这个毛细血管它还没有处在完全地隔的状态。 那么,你再晚上回去,不要一张高药以后,高药会发动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